今天的午餐是Seafood Muscle Spinach Spaghetti 頭一次煮 Spinach Lock Spaghetti 真的很好吃 菠菜又有益又健康 是一個很好的配搭 所有需要的材料都顯示在銀幕 其餘的資料和份量都會寫在下面 這個白酒是由Chili 我覺得很一般 可以選擇其他品牌也可以 Mascle要用刀子來洗乾淨 咦?菠菜呢? 開小火,然後放些Bacon Fat去爆油 在這裏煮熟了之後 你就倒些Oleaf Oil下去煮香 開中大火去爆些肥油 然後放些瘦的Bacon下去煮 爆香 將瘦的Bacon爆到香 開始轉Dark Brown 這樣你就可以加其他材料下去了 是時候加些洋蔥碎和辣椒爆香 炒到它這麼常 當洋蔥開始半透明的時候 你就要放些Mascle下去煎一下 煎一下煎一下 讓它更香一點 煎一下大約五分鐘 然後再加那個切碎的茄子 將茄子和Mascle煮大約三分鐘 然後你就要夾那些Mascle上來 如果不然Mascle很硬的煮得太熟 等醬汁開始煮的時候 你就是時候加黑胡椒和白酒下去 試一下味道 看你要加鹽或者加些糖 有時候茄子會大酸的 你可以選擇加糖 蓋開中小火 然後炆在7分鐘 時間到了 如果你覺得醬汁太激 你可以加一個里的Pasarwater 或者加些油 讓它更加美 更加好吃 試一試味 再加鹽和Pepper 然後再加海鮮 輕輕攪一攪那些海鮮 然後再加菠菜 所有的材料都很快熟 但是慢慢覺得好像帶多一點酸 我們灑了一些糖 和少少鹽 當醬汁開始滾的時候 立刻要關小火 然後再加熟了的Saggotty 記住的Saggotty 不可以煮得太熟 因為你還要在醬汁裡拌 這樣你最少要減3分鐘 的Cooking的Saggotty時間 你一定要很柔軟地拌 這個Saggotty和醬汁 如果不是 那些泡汁會斷了 這樣你試一下味道 如果不夠鹹 是時候 你可以加些鹽和胡椒 關火就可以趁熱 把麵筆上來吧 搞定了 精 兒子是時候開餐了 弟弟很聰明 每次都會選擇拍照 那份特別多料